好 我們看看這個處理傷害 我首先想說 《輕鬆德性》所說的內容 主要是幫助自己 接著幫助人就需要輔導的技巧了 就是說我們處理了我們的潛意識 我們可以幫助人 而幫助一個自閉症的人 就在基督徒來說 首先我們自己能夠處理到我們的潛意識 然後其實幫助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通常來說 比較難接受外面的人去幫助 除非他能夠得到他的信任 首先我們是 如果小朋友其實玩是一個方法 跟他一起玩 讓他信任 然後了解他有什麼開心不開心 但是身正自閉症的人 他不會跟你說話的 他不會回答你的問題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難的地方 是需要跟他建立關係 玩 他可能也不肯玩的 找到一些他願意玩的東西 一起開心的東西 從那裡進口 那一個困難就是他願意聽話 譬如是一個成人 他有自閉症 那就不同了 因為他會合作 他會合作的時候 我們就去問他 或者任何一個人他有潛意識的問題 其實就是自閉症 你幫到他不自閉 才能幫到潛意識 他也不肯跟你開放的時候 根本就不能幫潛意識 因為潛意識是很難幫的 是真的自己留意到的 幫一個正常人處理潛意識 是一定是幫他聽他說 你覺得有什麼潛意識影響你 你有什麼覺得影響你的負面思想 情緒有什麼發生 去聆聽他 然後去了解什麼來源 可能他從小開始被人看小 失敗 是啊 正如一個正常人 我們都是怎樣幫他建立這些地方 最容易的 你求耶穌幫你 耶穌已經很歡喜了 耶穌喜歡你 所以我來說一定是有聖經的教導 但是聖經的教導就不是 跟他不斷查經 而是那個觀念告訴他 你看看那個浪子回來 他乖沒有?他還沒有乖 他爸爸代表天父 天父都很歡喜 他怎麼歡喜? 他就動了慈心 跑去和他抱著他的項項 連連以他親嘴 神就是這麼喜歡我們的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學去喜歡神 處理前衛式一定是由處理神的關係 怎樣可以想到好的東西 你吃東西的時候可不可以先聞一下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 整個人的sense 另一個教導不是我的 我懂得教 awareness will 知覺輪 知覺輪 知道的知 覺得的覺 車輪的輪 不是知覺 是知 awareness will 知覺 有五樣東西 就是一個人的知覺 有五樣東西 一個就是I do 或者I act 我以前做現在做 將來準備做的事 I act 第二就是sense 身體上任何的感應 看到、聽到、聞到、摸到 或者身體感覺痛 這些都是感覺 sense 第三就是 I think 我覺得 或者是信念 思想、信念 第四 I want 我要些什麼 我想要些什麼 第五 I feel 這個知覺輪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任何的經歷 都多數有這五樣東西 我講一個例子 譬如說 我見到你 我就開心了 我見到 sense 我就開心 feeling 因為 你很開心 你見到我就很開心 這個我的sense 可以看到你開心 通常是說自己 自己的 那我就有一個結論 你是很喜歡我的 這個結論 一個thinking 令到我想跟你有更好的關係 每一個經歷 我們都會有這五樣東西 那這五樣東西 第一 幫我們認識我們自己 為什麼我會開心 為什麼我會不開心 為什麼我和人關係好 為什麼我和人關係不好 那 我們越是知覺我們這五樣東西 其實你上網看知覺輪 我和葉牧師 我應該有第一個影片 已經放上去 之前都有過 以前也有過 有新的 新的那個是最好的 應該更加好些 復興宣教事工 已經放上去 那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知覺我們裡面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們這幾五樣東西 那又懂得和人溝通 又懂得了解人家有沒有這五樣東西 即是他溝通有沒有這五樣東西 因為有些人長期都不會說他的感覺 也都不會說他想什麼 你要猜他想什麼的 你要問他想什麼的 我們能夠說出我們想要什麼 我們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受 好了 這五樣東西更加豐富 人是會更加完整的 譬如說 吃東西的時候聞一下 哇 好香啊 好好吃啊 我媽媽很疼我 做這麼好吃的東西給我 這些就是一連串的 一連串的正面 即是Sense 我Sense 好味 接著我Feel Happy 接著我的Thinking 我媽媽很疼我 我很懂得煮東西 I want 我想更加享受生命 我更加想多謝我媽媽 我 I act 於是我很開心地吃 我又每次吃的時候都聞一下 即是整個人發揮他整個方面 是會回復他知道哪裡有問題 很多潛意識有問題的人 他們就是 這些五樣東西封閉了 有些封閉了 他需要每一個情況 他能夠說回這五樣東西 說回的時候 他就知覺他自己是怎樣 然後找出到底有什麼毛病 然後用聖經和親近神來處理 這是一個大概的方向 OK 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本身又是另一個教導 知覺倫 是一個很有幫助的 以前我在神學院的時候 特地給錢學 很多操練的 要操練習慣了 一聽人說話 就知道他講了什麼 以及能夠去問人 知道他有什麼還沒說 OK 好 是不是有些事情想問 不是 OK 好 講了這裡 大家可以試試回家做 我也講到傷害這裡 傷害沒有醫好 其實是很慘的 被人傷害過 而介意 傷害了 不介意 就不會入心的 介意受落了 就入心了 以前的傷害沒有處理 未必依止 那個人就會很容易有負面的情緒 難以自處 很難與自己相處 即是自己不喜歡自己 也都難與與人相處 也都難與發揮生命 他就像戰豬一樣 跟人很難相處 因為他受了傷害 他很容易傷害人 很容易很敏感 很容易會發脾氣 很容易被人激傷 當我們未成熟的時候 是容易受傷害 因為小朋友的時候 是很容易受傷害 受落了 所以我們教導小朋友 盡量讓他知道我們愛他 但可以告訴他 你想想 你先做的事 你覺得別人 看到你所做的事 會有什麼感覺 這樣引導他 不是去傷害他 在教導的時候 不要傷害他 他受落了 他就會覺得 人生就是傷害 就是痛苦的 如果他小時候成長的時候 人會對人傷害 無理取鬧 貶低人 和人比較 孤立人 這些都是人常做的事 而人對家人 也會有很多的傷害 無理取鬧 不溝通 忽略人 情緒化 和離婚 這些都會造成問題 為什麼人會繼續 被傷害影響呢 因為覺得自己 覺得沒有人愛自己 自從小時候 傷害沒有人愛自己 以後都覺得 沒有人再愛我 我是不可愛的 沒有人會真的喜歡我的 其實當我們肯愛人 是會建立到關係 我們就可以在裡面有安全感 但有些人 跟某個人有安全感 經常都要黏著一個 不黏著他 就沒有安全感 這個也是需要衝破的 就是說 我不是只有同一個人 我可以跟不同的人 都可以做朋友 注目在他傷害 他如何傷害我 就無力處理 亦都很難接受損失 因為他傷害我 所以我失去了童年 所以我失去了開心的時光 所以我失去了喜樂 不服氣 真的很不值 越不值 越辛苦 為何引致人受落傷害 即是被人傷害 不受落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小時候 是真的很多傷害 即是我是可以受落 但是神教我一件事 就是不介意 雖然我發過那些惡夢 但是我有一件事學到 就是 因為在痛苦中學到 既然傷害我的人 那麼容易傷害我 我不用介意他 那我就去放手 這件事男性比較容易 容易一些 好了 引致人受落傷害 就是心靈軟弱無力 心很脆弱 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自卑感 我是沒有用的 相信對方能夠 有些沒有數字 就是沒有的 在書裡沒有的 相信對方 但是這個PowerPoint 大家可以下載的 相信對方能夠傷害自己 覺得他做的事情會傷害到我的 又沒有處理方法 於是傷痕累累 心靈軟弱 又自卑 又覺得對方會傷害到我 又不懂得處理 那就傷痕累累 一世都是這樣傷害 覺得自己不聰明 不夠好 不夠靚 自卑感 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 憂傷的靈屎骨枯乾 當我們又受傷害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方向 如果不被醫治的時候 因為沒有信心 跟人溝通 又沒有關心人的心 就只在教會找安慰 容易懷疑人 或者出口傷人 即是有不同的方向去 令到自己 很難 建立到生命 以往的傷害 會帶來什麼問題呢 陰影 以為人人都不懷好意 每個人都是不好人 以為沒有人會喜歡自己 以為人在針對自己 以為神都不珍惜自己 就會有些陰影存在 投射 將某個人的不好的 就放在人身上 譬如說 有些男性 被一個女朋友不要 接著以後就說 那些女性個個都不好的 那些女性只是扔男性 不要的男性 或者有女性被男人傷害了 每個男人都是利用女人的 就變成了 投射了 在那些人身上 那以往的傷害 可以為人帶來什麼問題呢 就是自卑 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沒有用的 還有過敏 人家說什麼 人家的眼神 立刻覺得 你是傷害我的 那帶來什麼問題呢 會怕人被人 不想和人相處 或者怒氣攻擊 一個是退後的 一個是攻擊的 退後就是 不敢和人相處 怕人 萎縮 另一個是攻擊性的 第一就是與神 親近神 神與親近和信從他人 有更強烈的同在 就會帶來更大的醫治 第一部分就是神的同在 第二部分就是 第一個是神的同在 另一個就是 吳聖上的處理 當我們經常在神的裏面 神就會賜給我們 有平安喜樂 有結出果子 即是神的同在 會帶來醫治的 天上地下所有權幣 給祂 所以祂可以醫治我們 這些我們跳過 這些都是講到親近神 那裏 讚美神 長時間讚美神 就好像 撒母耳那幫門徒 那樣 那裏一旦去到 立即就變為新人 立即變為新人 因為神與你同在 即是說 強烈的同在 親近神有強烈的同在 神會帶來醫治的 越信靠親近神 就越有祂的同在 就帶來更大的醫治 就是神本身是醫治人的 我們親近祂也得到醫治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去祂那裏 祂就會將我們的心釋放 好了 我講一講這個 吾性的醫治 吾性的醫治 思想上的 兩個 一個是靈性 一個是思想上 思想上 就是第一接受 人人都有罪 他有罪 他傷害我 應用幫助人 有正面思維的經文 就是我們早些 和大家一起看的經文 幫我們有正面思維 和深信神很愛我們 早已定義醫治我的 接受以前的傷害 已經是一個 不能改變的事實 已經是過眼雲 已經過去了 所以 我不用抓緊他 而基督承擔一切 人的辱麻 人家的傷害最多 只能夠傷害身體 不能夠傷害靈魂 不要假設惡人 真的會搶走我的福氣 看述 這裡寫錯 看述 和連述 傷害我的人 同時看述自己 不懂得處理傷害 就建立自我的形象 和生命 就是我是寶貴的 我不需要受這些影響 那些人傷害不了我 我這裡很快看了 然後我會解釋 然後我已經與基督承擔十節教 可以對傷害 放手 OK 好 我這裡解釋一下 其實 早點說到人的影響 也有說到 就是說 雖然他以前傷害我 但其實 他也是很慘的 我不用受到他的影響 我可以放手 我不用介意 我是很寶貴的 我可以得到醫治 我試過參加一個訓練 就是心靈醫治 他就叫我們分一組組 然後一個人接受其他人祈禱幫助 當時我參加 我說我也試試 我就想回一個什麼情境 他就叫我們想回一個情境 我想回 我小時候曾經 上學之前 吃飯 用一個飯 一頓飯 飯 就糟了 那我回家就很害怕 因為家裡的習慣就是 鬧和打 那我就怕回家 就會鬧或者打 我就站在樓梯那裏 不敢回家 站了很久 但後來也想 一定要回去 回去 回去又沒有人問 沒有人問誰弄爛飯殼 那就過去了 但當時有一個懼怕 其實當時都是在這個懼怕中成長 我們就祈禱 他帶著我們祈禱 就是你回到那個情境 其實耶穌認識我們 是什麼時候認識呢 是否我們信耶穌才認識呢 其實不是 我們未信耶穌已經認識我們 我們就相信耶穌其實在這裡 那你問一下耶穌會對你說什麼呢 其實耶穌說的都是聖經裡面有說的東西 那可能是神給他一些意念 或者我們用聖經跟自己說 那當時我就收到這樣的意念 你現在很害怕 不過我想告訴你 你將來你會祝福很多人的 你很寶貴的 你很重要的 你不用介意的 這些不會傷到你的 那些傷害不用放在心上 那這也是我們可以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自己祈禱 去回一些這樣的傷害的情境 放手 誤性就是在思想上我知道可以放手 這個可以和我設定 設定我短短的 那個琴 那個琴 設定那個琴 麻煩你 沒有人設定嗎 不要緊要我清唱 我想跟大家短短的幾分鐘 那就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想回我們以前有的傷害 帶到耶穌面前 給耶穌去醫治安慰 謝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們一直在想著 耶穌在愛著我們 耶穌很想醫治我們 祝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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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愛我 祝耶穌愛我 耶穌多謝你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永遠都愛我們 祝耶穌求你釋放我們的靈 现在想象一段短的时间 你就想象一下 去回这个情景 你去告诉自己 其实我是神所爱的 神所看重我的 我是很尊贵的 想回这些受过伤害的情景 其实伤害我们的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这些伤害对我们的影响 他们都是受了很多的伤害 耶稣教你拥抱我 主耶稣我知道 我知道你深深爱我 我的心爱无理 完全几乎无理 我是你灌灭相报社 也是你眼中的同人 我的心献给你 我们每一个都是很宝贵的 你问耶稣 耶稣你想跟我说什么 让我知道 我的生命的宝贵 我的重要 让我知道我是重要的 我的心里面就不背着这个淡子 我可以深信神释放我的灵 让我能够轻散 让我能够轻松 我深信耶稣对我说 你是宝贵的 我深信耶稣可以释放我的灵 祝福我们的灵 祝我能击贵的灵 祝福我们的灵 祝我能赞你灵 祝福我们的灵 祝我能击贵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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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能赞你灵 释放我们来 来敬拜祢 多谢天父 神可以叫我们平安轻松 主耶稣帮我们放下重担 以往的伤害我可以不介意 我可以因为耶稣而喜乐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可以放手的 哈利路亚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知及我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知及我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知及我 非世的所知 非世的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知及我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知及我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知及我 非世的所知 非世的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我们时间不多 不过你都试着在家里做一下 让耶稣带回到那个情景 让听一下耶稣对你说什么 或者用一些经文去安慰自己 或者自己安慰以前自己的我 又可以笑回 多谢耶稣 耶稣令我轻松一些 放下一些以往的伤害 我不用介意的 那你的人都会越来越轻松的 就是你每次祈祷 都可以做一些 自己和自己做一些释放安慰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